为什么几乎每个摄影师包里都有这么一个CPL偏光滤镜 对于喜欢旅行摄影的你来说 到底有没有必要也买一个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CPL偏光滤镜 在旅行中都有什么实际用途 再来决定买不买也不迟 大家好,我是ID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它的全名呢 Circular Polarizing Lens Filter 我们一般叫它CPL偏振或者是偏光滤镜 它其实是由两片镜片密封而成的 中点的东西呢我们看不到 所以并不会被相机捕捉下来 它可以阻挡一部分的反射光进入相机 使用的时候呢就是不停的旋转前面的这片镜片 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角度 那如果画面没有什么变化 就说明没有赚到对的位置 在旅行当中啊 我们会遇到六种情况 需要使用这个CPL滤镜 在拍摄油性比较大的植物时 就是这种深绿色 树叶表面很亮的植物 在阳光直射下呢会形成强烈的反光 拍出来特别不好看 使用CPL滤镜呢就可以过滤一部分叶子表面的反射光 由于树叶的朝向不同呢 所以并不能达到百分百的消除这些反光 但是绝大多数的反光呢都可以被去除 拍出来的效果呀也会更好看 在河边或者是湖边拍摄的时候 强烈的水面反光会让水中的倒影拍出来的效果呢不明显 使用CPL滤镜就可以做到过滤这样的反光 让水面倒影呢可以映射出城市的建筑或者是风景 但如果你想要保留水面的反光 比如在日落的时候水面反射出橙色的光 那就不需要使用CPL滤镜了 CPL滤镜对反射光的屏蔽还包括天空的光线 特别是在日光下的天空 想要压暗天空的亮度呢 也是可以使用CPL滤镜的 它不仅能让天空变暗 还可以增加对比度 让天空变得更蓝 有云的时候呢让云的层次更明显 所以是城市风光和自然风光拍摄中使用最多的滤镜 通常我们去旅行呢访问景点的时间都是在白天 而这个时间段是最不适合拍照的时间 因为强烈的光线呢会在建筑间产生各种反射和晕光 让建筑看起来雾蒙蒙的 这也就是照片拍出来清晰度很差的原因之一 使用CPL滤镜呢可以过滤一部分的晕光 提高对比度从而达到增加立体感的作用 在拍摄一些表面反光的材质时 比如塑料的玩具、金属或者是玻璃材质的物品 使用CPL滤镜呢可以去掉这些表面的反光 喜欢拍摄产品或者美食的小伙伴们 利用CPL滤镜屏蔽这些反光呢就可以拍出更多的细节了 在旅行中我们经常会去访问一些博物馆 里面的展品呢都是放在展示柜里的 想要把它们拍下来会遇到玻璃反光的问题 这个时候啊 CPL滤镜就变得特别有用了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注意光线的位置 并不是所有的反光都能有很好的取出效果 CPL滤镜呢分为两种安装的方式 一种是直接拧在镜头上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装在滤镜支架上的 如果你在未来想要购买插片滤镜 那就需要注意了 现在啊有很多品牌 它的插片滤镜支架呢是内置CPL滤镜的 所以这样呢就不用再单独购买了 所幸啊就直接考虑去买插片滤镜吧 省得像我这样花两次钱了 除了滤镜支架内置一体的设计 还有呢就是像我这种前置CPL的设计 总体来说呢 拧在镜头上的这种体积小方便携带 适合单独使用 而装在滤镜支架上的这种啊 是为了和渐变滤镜和减光滤镜同时使用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不同滤镜呢 那就只能选择支架的这种了 在购买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滤镜的厚度 为了避免装在广角镜头上会出现暗角 需要购买超薄款的 长焦镜头啊就无所谓了 在购买CPL滤镜的时候呢 需要选择不同的尺寸 如果你有很多个镜头都想要使用CPL的话 其实只买一个就够了 按照手中口径最大的镜头购买 比如我这个是82毫米的 然后呢再根据不同的镜头尺寸 配几个转接环 就可以将同一个CPL滤镜安装在不同尺寸的镜头上了 这样做呢可以最大化的节省成本 使用拧在镜头上的这种CPL滤镜呢 不太方便使用镜头遮光罩 因为手指头不太方便旋转 但是可以先调整好滤镜的位置 然后再装上遮光罩 有一种开窗设计的遮光罩呢 就比较方便了 在使用转接环的时候 滤镜的直径会大出一圈 所以遮光罩肯定也就装不上了 CPL偏光滤镜拥有少量的减光效果 但是效果其实很微弱 大概呢就在两档曝光左右 如果拿来当减光滤镜用呢 效果不会很明显 但是它确实可以让快门速度变得稍微的慢一些 在与其他滤镜叠加使用的时候 也要注意它是拥有减光效果的 尽管CPL滤镜可以做到将天空压暗 但是它拍出来的效果呢 其实不如GND渐变滤镜要好 偏光滤镜会出现天空的颜色不均匀的现象 照片的两边压暗的效果呢 稍微差一点 所以颜色比较浅 而中间的效果强 所以颜色呢就更重 所以在拍摄全景摄影的时候 绝对不能使用CPL滤镜 否则照片就拼不上了 由于CPL滤镜的效果并不能在后期的时候 被软件模拟出来 所以这也就是至今它仍然无法被替代的原因 对于要不要购买CPL滤镜呢 我的态度是 如果对照片的质量有极高的追求 并且需求量很大 那么一定要买 还要买最好的 但是只是偶尔需要 或者到目前为止呢 都还没有发现自己需要它 其实啊 就没必要花这笔钱了 虽然它呢也不是很贵 CPL滤镜算是所有滤镜里边最便宜的 但是买了不用 也是一种浪费 是不是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碧 如果你有关于旅行摄影方面的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错过未来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